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来源 法广作者 陈明峰周洪旭 佐 2012年参观台湾立法院 网络周洪旭FCEBOOK 台湾检方 去年底大栋 做搜索与谈新党青年干部的案件 今天侦查终结 检方查出已被判刑的陆生 共谍周洪旭 在2015年间利用于新党发言人王秉中 新闻部副主任林明正 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婷成立新火拟拟小组机会 拟定火星T计划 借由核心小组成员 结识台湾军方人员 拓展人脉 违反国安法 将周洪旭移请高院并案审理 RSPGO等于WIDOWADSBYGOGOGLE PUSH 周洪旭曾在台湾攻读硕士 毕业后返回大陆 再度来到台湾工作 被调查局查获企图 吸收一名外交人员 违反国家安全法 已经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刑一年两个月 周洪旭上诉 目前全案在高院审理 其实调查局在搜索中 曾找到周洪旭的随身硬碟 经过技术复原 找到许多档案 包括我系统派展台湾统派工作的做法 体会 简体字 新火拟计划 辽元启华案 2017年年度预算计划等 显示周洪旭有计划 在台湾推动工作 发展组织 且因这些组织 和王炳忠等人有关 才有12月20日清晨 同步搜索新党青年干部的事件 北检新闻稿指出 周洪旭 2014年4 5月间 陆续结识王炳忠等新党人员后 12月起 接受国台办 指示担任联系窗口 利用并参与王炳忠等人 运作辽元新闻网 新中华儿女学会 及执行新火梯计划的机会 协助提供所需资金 其中 辽元新闻网站 由国台办全额资助 每年提供新台币1500到1600默元 供王炳忠使用 无需报帐 Aspigo 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周洪旭以此方式物色台湾军方人员 为大陆的区行政 军事 党务 或其他公务机构 在台发展组织 并定期向大陆汇报这些团体的工作企划 预算案及工作成果报告 林明正和侯汉廷都曾将所认识的六位台 湾军 方人员的个人 资 料及合照 提供给周洪旭 周洪旭则在他的新火替计划列为成果 北检表示 因本案遭搜索约谈的 王炳忠等 四位新党青年军 在本案中是证人身份 但另有民众告8 王炳忠等三人 涉及国安法案件 将另案厘清 小时明的屋 пере少订価只有碩 和其他еч kot za Creete当案 转叉 发展广国安法案件 修 莫桨快乐